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娇 黄豆我以前只用来打豆浆了 我还真不知道这样做出来会这么好吃 今天尝试了一下这个酱黄豆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先把黄豆用凉水泡一晚上 必须要放进冰箱 这样的大热天你不放进冰箱 第二天早上肯定就坏了 泡成这个胖胖的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 放到砂锅里 放多一点的生抽 再来点老抽 如果你不喜欢颜色特别壮 你就可以少放一点 然后放一个八角 几个辣椒和两片香叶 再来一点盐和一勺冰糖 这里盐不需要太多 因为生抽和老抽就已经很咸了 然后加多一点的水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再转小火煮40分钟 打开盖以后 你会发现满屋都充斥着 酱香和黄豆的香味 如果不急着吃就关火 再焖一个小时 这个就是我焖了一个小时的样子 感觉翻凉以后 细饱汤汁 它的味道就更加浓郁 早上用这个酱黄豆来拌粥 真的是太美味了